我的建议啊男生 我不觉得你们俩现在适合结婚 就是我建议你们再处一处 等他愿意真的开始融入这个家庭的时候 你再带他进来 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你可能对我家里面有点误解吧 如果你抱着平常的心 就跟朋友的时候去跟他们打交代 然后时刻把自己微笑去跟他们聊天 他们也不会觉得不理你 我知道我脾气大 我以后会改的 我希望你也能多在乎我一点 但是我工作比较忙 可能就没怎么跟你去说这些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 别那么在意勤勤地决动 今天的这个出法不一样啊 你们俩都同意推迟婚期 我们缓一缓多磨合 你们就出来 你说不 我还是想按照原定的计划来结婚 就不用出来了 我说清楚了吗 清楚了 谢谢两位请回 咱们看看他们做何选择 请开门 好好的再谈一谈 然后去看看家里的人 多处一处 然后再看要不要嫁给他 好吗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情侣的浪漫时刻 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说 一个男生啊 说了喜欢我 但是呢不想和我谈恋爱 说他前女友对他打击太大了 有点恐惧 但是他却去加了别的女生的联系方式 明明知道我也喜欢他的情况下 说和我不熟 我觉得他是在吊着我 但我又好喜欢他呀 怎么办啊 光喜欢有什么用啊 你觉得他对你这种态度 是喜欢你吗 他的喜欢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并不是真的喜欢你 什么前女友打击大 那只是一种说辞 对于你而言 他呢只是多养了一个备胎而已